嫌犯就在對街大批警力一擁而上 警方呵斥乖乖配合把一群扼煞全部壓制在地 因为他们就在9小时前设计一场杂电案件 只见当时大白天五辆轿车开进巷弄 就把车子停在路中央 紧接着一群男子下车 手里都握着球棒 呃狠狠的走进一楼民宅 没多久后屋内传出惨叫声 七八个人下来然后看他们就是那个礼棒 就是拖在地上这样拖有声音嘛 应该有一个女生 女生不舒服可能痛嘛 有惨叫的声音 虽然一片凌乱电视整个掉落在地 地板上还有食物残渣弄得到处都是 就能知道当时状况有多激烈 案件发生在16号下午2点多 新闻市中和一处市场附近 59岁的年性女子是肌肉摊贩 因为疫情关系生意变差到处借钱 陆续向28岁的陈信祖贤借了6万块 当天相约还债 照跟儿子一起住证 一开口说只能先还3万元 双方大吵起来 对方离开之后又料了只有人回来 持球棒猛杂 那经了解就是因为其中一名涉嫌人有受伤 那其他两台车的这个涉嫌人 要到医院来探视这名受伤的涉嫌人 那警方因而可以先行查获这两名犯嫌盗案 因为十名二杀在杂电过程中一人受伤到医院救治 陈维警方抓人关键 只有用寻线追查在中和地区抓到剩下8人 10人球棒队通通落网 这回为了6万元 陈信男子从嘉义北上逃债 料人想私下解决的下场和同伴全部得进警局 TVS新闻蔡明轩黄建国吴欣燕 新闻市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